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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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站站 我们继续来学习观金苏夏品夏生 夏品的三种往生的人都是罪业深重的人 并不是修福修善的 善品三种人以及中品三种人 都是修大乘善小乘善和世间善的善人 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说善人行善既得才有资格往生 如果造了罪恐怕不能往生 引用这样的经文是来说明 弥陀悲心平等 任何众生都有得救的希望 罪人都能往生何况善人 凡夫都能往生何况恶人 以使每一个人都不失去往生的希望 这是本意 那我们看刚才的夏品 善生对我们的启发有这几点 第一就是说 临终之人 罪动之人 你劝他往生 这是善知识 善的教法 第二呢 大臣善二不经这个善知识也是有益的 说了善二不经的教法 同时也说了称恋那妈阿弥陀佛名号的教法 根据灭罪多少的不同 以及灭罪的功效不同 而比较显示 唯有称恋那妈阿弥陀佛呢 是能够灭除生死之罪 是弃合罪障身重 临终苦鼻这样的根基 那么其他的教法呢 不适应这样罪基 那第三点呢 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阿弥陀佛来赞叹 本来十恶造罪的人呢 喊他为善男子 那是因为他呢 称恋弥陀名号的缘故 所以我们即使再造罪业 如果我们念佛的话 虽然我们被人家瞧不起 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有惭愧 忏悔 回心念佛 我们在阿弥陀佛眼里边 是善男子善女人 佛就会来迎接我们 时间一到 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 对我们说 善男子善女人 我来引辱 诸罪消灭 所以这个是他能得到的 我们也都能得得到 那么第四点 为什么 释迦阿弥陀佛化身来赞叹 不提文经的事呢 只想赞叹他念佛呢 善男大师解释说 妄佛愿意 违劝 正念称明 往生一极 不同砸伞之夜 说他的情况危急 往生事关重大 阿弥陀佛来呢 是顺着他的本愿 只赞叹 只劝我们 要正念念佛 就不给我们呢 东辰西辰 讲其他的了 所以不同砸伞之夜 这是第四点 那第五点呢 阿弥陀佛来 应身现前的时候呢 善男大师解释说 当此人正当称明之时啊 阿弥陀佛应身来现 这次佛救度我们呢 时间呢 呃都不会落在第二念 当下称明 感应道教 那么佛呢 当时陷在我们的面前 呃 第六点呢 根据这些的教法 我们在帮别人助念 或者说我们临终之时 都以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呃临终如此 平时也是如此 就是这一句名号呢 贯彻到底 那不要夹杂 虽然各种大乘经典 诸佛菩萨名号 都有消罪 除障的功能 但是最功效来讲 于陀名号最殊胜 最简单 最容易 同时呢 就往生极乐世界来讲 我们具有双重的利益 一方面灭罪 一方面往生 那么心呢 就专注 纯一 不夹杂 跟我们命中 要去的方向一致 所以不必呢 夹杂其他的 即使求世间福报 求种种利益 也都以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这是 这下品上生这一段呢 给我们的种种启示 那么下品终身呢 是指这个人呢 地狱动火 一时俱至 造作毁犯重戒的罪人 罪业呢 更重一等 通过下品上生 和下品终身的比较呢 我们知道 所谓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啊 他灭罪 本身并没有 没有数量的多少 是说呢 一切生死重罪 统统消灭 为了显示 下品下终身的人 和下品上生 两种人呢 罪业各有轻重 而说除灭 五十亿节 生死之罪 或者说 八十亿节 生死之罪 其实呢 是诸罪消灭 同时呢 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包含了阿弥陀佛 所有的实力威德 光明神力 五分法身 所以内政功德 这个外化众生 所有三身四制呢 通通包含在 六字名号之内 所以上道大师 作为弥陀示现 解释这段经文 说暂说阿弥陀佛呢 就是文说 弥陀名号功德 那么当他起心 听到这样的名号功德 信孙不移 文而不信 那等于没有文 就是听到阿弥陀佛 像这个众生啊 地狱的火都烧来了 那么现在 人家跟他讲 那妈阿弥陀佛 遇到善知识 当下信孙 那在这一念之间 也就是所谓的闺蜜 南无者就是闺蜜 那么即使他佛号 佛号还没念出来 那么当下也可以往生的 这是文佛的名号往生的 那么原因何在呢 因为啊 我们一念的兴起的话 当下呢 弥陀名号功德 归我们所有 那如果这一念 他寿命延长的话 那自然就会念出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十句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大命不终呢 就会念念相续 所以我们现在念佛 我们听闻这个法门 当下心中 这个心开意解 知道说 阿弥陀佛无条件 主动 平等 慈悲的救度 而一心归头 在这个时候 往生就已经定了 往生本来 在十节之前 就已经定了 在阿弥陀佛 成为正觉的时候呢 十方众生往生 功德已经决定 不过那个时候呢 是决定在 六子名号之内 我们没有听闻 或者听闻而不相信 不知不信 所以我们六道轮回 直到如今 那么我们今天听闻道 当下听闻 当下信顺 那么我们的往生呢 就成为定了 所以 龙术菩萨呢 在这个 一心品里面就说呢 人能念是佛 无量力功德 及时入弊地 事故我常念 那我们随后的念佛呢 就是自然的 相续的念佛 一个真愿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那不可能说 哎呀 我念一身佛 往生定了 那我就不念佛了 如果抱有这种观念 说明他根本呢 是把往生当作儿戏 没有呢 支持明号 这样他所谓的信啊 所谓的怨声啊 都是一种观念 这个不是说明号本身呢 不具足往生功德 而是他呢 这个信悦有亏 所以 他这样就很危险 那我们再看呢 下品下生 这下品三生啊 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意义啊 下品下生的人呢 罪业啊 更加深重 佛高二男即唯提西 下品下生者 在观经书的三百零四页啊 会有众生 做不善业 五逆 十恶 拒诸 不善 如此 愚人 以恶业故 应多恶道 经历 多结 受苦 无穷 那看他所造的罪业啊 是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所有不善的法 他都 善道大师解释这样的人呢 说是无恶不做 无作不恶 所做的都是恶业 他做的没有点善事 这是一个恶人 那么根据他本身的英国报应 如此于人以恶业故应多恶道 经历多结 受苦无穷 前面的下品终身的人啊 都是堕落地狱的 所以地狱中火一时俱至 这个下品下生的比他更重 堕落地狱 辗转 地狱出来到恶鬼 恶鬼到出生 辗转无穷无尽 所以应多恶道 我们看善道大师的解释 说啊 这个 说他造恶极多 罪业非清 名 非业不受其报 如果没有这个业呢 不遭受这个果报 非因不受其果 没有造这个因呢 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果 因业既非是乐 他造的因 和造的业 既然不是乐因 乐果 非果报 也能不苦也 那么将来啊 肯定要堕落 又说呢 造恶之因几聚 仇报之极为穷啊 他造恶的因啊 都恶因 所以恶贯满盈 造的恶也太深重了 武力罪啊 武力罪是 罪中的集罪 所谓以恶心 杀父杀母 人再毒恶 到这个程度了 可以讲是没有人伦 没有人伦可讲的了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圣人 要破坏佛教 破和和僧 要呢 出佛神血 像魔害佛 将来啊 苦报啊 是没有 无穷无欺 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在这一段呢 有一个著名的问答 叫做 逆报 除取问答 善道大师自己啊 设了一个问答 问约 如四十八愿中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不得往生 这是指呢 第十八愿的愿文 受得佛释放众生 啊 然后说 至心幸乐 欲生我国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那后面呢 有八个字说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那如果按照这个字面的来解释呢 就是说啊 造了五逆 犯法 重罪的人 这两种人除在外 除了这两种人以外呢 所有的人念佛 都可以到极乐世界 但这两种人呢 排除在外 所以看文字的解释啊 就是如此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彌陀世线 善道和尚的解释 四十八愿呢 说 唯处五逆 诽谤正法 不得往生 经此观经 下品下身当中 简办法 摄五逆者 有何一也 这下品下身说 这个人呢 是做不善业 五逆十恶 这个五逆众生 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说 五逆办法 这两个罪呢 排除在外 而观经里面说呢 你造作五逆罪 也能往生 办法呢 没有说 没有说 那就是说 你要造办法呢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两部经啊 看起来就不一致了 那么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怎么可能同样说 往生净土 一个说除掉 一个说摄取 这个就有矛盾呢 那以我们凡夫来讲呢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视线的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 我们难敢下定论 善导大师呢 下面来自己回答 大约 他这一段文呢 他这一段文呢 应该呢 从一致的角度来解释 那么怎么叫一致门呢 如四十八院中除棒法 五逆者 之所以说五逆和棒法的人呢 除在外 不得往生 然辞之二业 起仗极重 众生若造 植入阿弥 历节周章 无有可出 他是因为啊 这两种罪业 罪障啊 太严重了 罪业呢 太重了 那么如果 众生如果造了 造的话 并不是说呢 他一定造 那如果造了以后呢 植入阿弥 他是阿弥地狱的定业 是肯定要入阿弥地狱的 一旦入了阿弥地狱呢 就是啊 没有办法出来了 大节大节 很长时间啊 过一节再过一节 历节周章 在里面循环 这个地狱受苦受逼了 转到下个地狱 下个地狱受苦了 再转一个地狱 然后这个世界的毁灭了 长继他方 这个地狱里面受苦 所以啊 没有办法出来 但如来 孔子欺造死而过 方便只言 不得往生 所以释迦如来 阿弥 深怕我们呢 会造这两种罪过 所以叫方便只言 以此地方便 喝止我们 制止我们说 不得往生 这两种罪造了 那就不得往生 亦不是不赦也 那佛的本意 也不是不摄取 这两种人 而是说呢 这两种罪过很重 那么你造了 如果没有机会 回心忏悔念佛 墮落地狱的话 这个苦啊 太重大了 所以没造之前呢 因为这个罪太大 你不要造 你造了这个 不得往生 这叫 未造之前呢 方便制止 说不能往生 但是佛的本意呢 并不是永远的制止 永远的排除 不是的 所以讲也不是不摄取 那么下品下身中呢 取武力除办法者 为什么下品下身里边 武力的众生 要摄取他往生呢 下品下身只讲到武力 没有讲到办法 所以上导和上说呢 这个武力众生还要摄取 办法也排除在外 为什么如此呢 其武力已做 不可舍令流转 他武力罪啊 已经造作了 没有造作之前 叫他不要造 他原来两种武力和办法 没有造 都说不要造 现在呢 他办法没造 但是武力造了 已经造了 又怎么办呢 所以其武力已做 不可舍令流转 那不能让他 再去六道轮回啊 那轮回还要大苦啊 所以呢 还发大悲 摄取往生 这个就是指 观金下品下身 那观金本来是跟 因为啊 维提西夫人的儿子 阿舍士 还有这个提波达多的 因缘所发起来的 阿舍士和提波达多 他们在一起就是武力了 阿舍士要杀父杀母了 又是骂圣人呢 阿罗汉呢 那么提波达多就要害佛了 要破何何生了 所以是这个为因缘缘起的 武力作已做 所以佛菩萨了 很慈悲 也很呢 委屈 为了救度我们这样罪业深重的众生啊 所以讲是非常的委屈求全 武力办法没做呢 就遮止 那么退一步讲 你造了武力没有办法 那好 武力还要摄取 办法没有做 那万一办法再做了 摄不摄取呢 然 办法之罪未为 又止言 若起办法 即不得生 说你办法罪啊 没有造之前 又直指你说 那你已经造了武力罪了 没办法了 好吧 你还要摄取 你回去念佛 我还要摄取你来往生 不过不要办法 这就是又加一个事 意志 此就未造业而结业 这个事啊 就他还没有造作办法业 而这样说的 若造还是得生 那如果他又办法了以后呢 佛又要往后退了 哎呀 那已经办法怎么办 哎呀 你回心念佛吧 所以上道后上讲过 办法禅题 回心接网 即使造作武力办法的 你回心念佛 还要摄取往生 所以佛的慈悲 简直是无法形容 你说哪种人不能往生呢 只要你回心念佛 没有不往生的 武力罪啊 是世间 世间出世间最重的罪了 你杀父杀母 没有比这个罪更重过的 更重的罪 那办法罪是佛法里面 最重的罪了 出佛 这个破佛的法身 那武力罪呢 是要杀父母 害父母的色身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 最大恶极的罪 等于是说 这个儿子要杀父杀母 父母亲还要救他 但是又不能明个这样讲 因为这个儿子很愚痴 疯狂颠倒 那么呢 父母呢 不能跟他说 你就是杀父杀母 我也要救你 我也要爱护你 不能讲 只能说 只要你不杀父杀母 我就好好的要给你治病 要如何的 要爱护你 照顾你 万一你拿刀来杀父杀母 父母亲还要救你 你看 只要你回心转意 像这个棒佛棒法 无意识拿刀来赐佛 即使这样的众生 佛都要救度 所以这佛的慈悲呢 没有边线 任何众生 只要你回头 就怕你不回头 虽得生彼 下面又说了 虽然能够往生呢 花和禁于多结 在莲花里边呢 会待呢 很长一段时间 此等罪人 在莲花内 有三种障碍 一者 不得见佛 急诸慎重 二者呢 不得听闻证法 不能见佛 和这个 慎重菩萨 当然也就不能听闻证法 三者 不得律师供养 除此以外 更无诸苦 在莲花里边 有三种障碍 这是无量书经讲的 不得见佛 即慎重 不得文法 不得律师供养 那么除此之外呢 没有苦恼了 机云 犹如比丘 入三禅之乐也 他在莲花里边的快乐 就好像三禅里边的乐 那么这个世间的三禅之乐 是最乐的 因之 底下又讲 虽在花中多结不开 可不胜阿必地狱之中 常识永结 受读苦痛也 那么反过来讲 这样不不好吗 但是即使如此 在莲花里边多结不开 那还是三禅之乐 离你在这个地狱里边 多结累结 永远不出来 常识受苦 那又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 要好多少倍了 所以呢 还是要求神西方净土 那么这段话 都有层层的委屈 首先是武力办法没有造 说那你不要造 你造了不往生 你这个造这二罪啊 不得往生 然后呢造了武力 那佛又退一步 好 那怎么办 那你办法不要造 武力造了 念佛 那我摄取你 好 办法罪又到了 怎么办 又退一步 哎呀那怎么办 借造过了 你回心念佛呢 我还要设取你 到这个地位呢 还不放心 又怕人家讲 哎呀那 有有过恶 底下说 到了极乐世界 还有一层意志 你虽然来往生 但是在莲花里边 要多结不开 所以你还是不要造 还有这个意思 谁愿意跑莲花里边 多结不开呢 那又怕人家退心 虽然说莲花多结不开 比在地狱里边 那就好多了 还是三禅之乐 你还是要来 所以啊 有重重的关系 就是要 要我们呢 要体会 佛的慈悲 心 所以上次啊 我也打这么一个比喻了 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孩子呢 没有这个 犯错之前呢 不希望他犯 犯错 但是犯了错误之后啊 作为父母的 还是想帮他的忙 所以不讲吗 你想以前呢 我们不学佛啊 都是很傲慢 很刚将的一个众生 也是一种 称恨心很强的众生 就看见了一些布告 上面就是 呃 这个判判刑号 某某人判死刑打擦 然后有罪业写 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心里面就很愤恨 说哎呀 这个人该死 尽当千刀万剐了 尽当枪毙了 感到好像很恨了 那个一种称恨心 那我们想一想看 如果我们在旁边 这样的评论啊 说长道短 然后旁边有一个老太婆 瘟瘟瘟瘟瘟的 七个菜男子站旁边 那你说的上面那个人 就是他的儿子 他听到心里面 做何感想啊 哎呀 你们都会讲好话 这是我的儿子啊 他绝对不会认为说 呀你罪有活该 你该怎么样 他如果有办法 能救他的儿子 他一定要去救 哪怕卖房子都舍得 是不是 哪怕要他老命 他都愿意 因为啊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的孩子虽然不好 也是因为社会的原因 种种的原因 他为什么犯了盗窃 贫穷啊 没有社会工作啊 也受到恶朋友的教所啊 他小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子了 那父母啊 总有很多连绵他的理由 你看现在牢房里很多人在坐牢 那么家里的父母呢 还要为他寄钱 虽然感到脸上没有光彩 如果儿子在北京大学读大学 我问你寄钱 感到光彩 儿子在坐牢 寄钱不光彩 不光彩也要寄 所以一个孩子在坐牢啊 全家就感到不光彩 但是父母这样呢 还需要想方 想办法 托人 找关系 找律师 能不能让我的儿 少判几年的罪业 是不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佛的心啊 没有分别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他的独生儿子 他有这个智慧力量 也有这个慈悲誓愿要救度我们 我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儿子 我们都是一佛之子 互相之间啊 不要障碍 说你这个造罪 你不能往生 这样的话呢 就对我们的大慈悲父啊 阿弥陀佛的心啊 就让他伤心了 结果这孩子互相之间啊 说他不行 他不行 结果呢 阿弥陀佛的儿子都去流浪去了 所以啊 要站在佛心的立场上 同时我们都是有过恶的人 我们的罪业 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 有的人善一些 有的人饿一些 其实从本质来讲呢 我们都是一切造罪凡夫 大家大哥二哥麻子哥 大家彼此差不多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内心的贪真质性啊 没有改变 我们表现出来的呢 不过是冰山一角 就像这个海面上的冰山呢 路多面上的那个山呢 是一个小角落 底下是很大的一大块 我们表现出来的 深口音的恶意啊 只是一小块 在那方面比多比少一点意思没有 底下那那个山那么大 都是恶意 所以大家不要骄慢 那么也有法师讲啊 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起心动念啊 如果用一个摄像机 高级的摄像机 能够把我们脑子里边的念头 能够把他这个摄像出来 然后呢 放到大街上去放 保证你不敢出门 你出门 然后就看出来 你看看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内心呢 有很多这个贪真是妄念 不要觉得我们是善人 善导大师呢 他是弥陀化身 他讲话很慈悲 他说啊 但以欲缘不同 致令九品差别 这个众生为什么分成九品善恶呢 并不是他本性 有多段 就是善就是恶 本性都是佛性 因为他们欲缘不一样 所以显示外表形象不一样 他遇到大乘佛法了 身在一个大乘佛法家庭 从小遇到呢 一个好师父跟他教导佛法 他就学大乘 他遇到一个小乘佛法了 他就学小乘 他身在一个外道家庭了 从小他妈就信这个教 那个教 他就跟他学那个教 对不对 他就信写法 那么他的环境不好 又下岗了 又没有钱 又贫穷 对位呢 都是这个 一些坏朋友 那么他就自然去学偷 学抢 所以有孟母三千嘛 孟子这么贤盛 他妈妈为了教育他 还要有三次搬家的过程呢 对不对 有一次搬家 遇到旁边啊 这个搬家遇到是个杀猪佬 杀猪的 这个房 这个地方 先是搬家遇到地方是死人 那么他就天天学死人 妈一看 这小孩这么大了 学死人不行啊 又换一个地方 杀猪的 他就跟小朋友在块玩 玩就学 学了这个杀猪 哪一个小孩表演做猪 然后大家绑他 就杀这个猪 妈一看 这样不行啊 又搬到 换到学校旁边 孟子一听到旁边呢 很多学生读书 朗朗上口 他就开始读书了 他母亲才放下心来 所以上老大师才说啊 但与预言不同 致令九平差别 我们呢 都不要觉得骄傲 我们比那个畜生也不好 前世我们就是畜生 今次站过来 好像这个水桶啊 在水井里打水一样 七上八下 现在你是上身的势头 你在上面 等会站过来轮回下去 你下去了 你还嘲笑他 没嘲笑完说 你这个畜生 话还没说 话还没说完 孤命中了 结果自己做出身 所以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人吃羊 羊吃人 就是如此 这并不好多少 如果不出六道轮回的话呀 都不行 这个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内心呢 要了解 凡夫众生啊 确实有无量无边的无难 总之是无名 烦恼 烦恼逼迫身心 无名呢 障碍了我们 这个没有正知正见 那么我们看经文 这个众生号造作武力 你看这个罪业就大了 如此愚人 你看这下品下身 和下品 众生和下品下身啊 释迦牟尼佛 都很恳切的来说啊 把这三种人都叫愚人 佛没有说这个恶人 当然叫恶人也可以 那么佛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呢 以我们凡夫的语言来讲啊 讲恶人好像在包扬善人 贬低恶人 心中有一种呢 奉恨的情绪一样 如果讲愚人呢 就有怜悯的情绪 他是因为愚痴才造恶 他愚痴 怜悯他愚痴不懂事 不懂道理 从根本上 所以佛经里面用词啊 都是很考究的 说如此愚人 灵命忠实 愚善之实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 有没有善根的 多少有一点 他比那个临终之实 还遇不到善之实 叫他念佛的 就有善根了 但是这个人 跟我们在座各位比 那就 我们各位善根比他强多了 大家不造武力 大家还修持三规五戒 还到讲堂里来 闻经听法 供养三宝 善根比他厚得多 虽然大命不忠 早就听到佛法 虽然念佛不多 每天也有呢 几百上千 甚至好几万 比他强的多的多嘛 那么这个愚人 你看怎么样 欲善之实啊 种种安慰 为所妙法 教令 练佛 那么这呢 都是一起合成的 种种安慰 方便来安慰他 让他的心里啊 得到安慰和舒畅 也讲过了 他造恶 怎么安慰他呢 某某人 你造恶 现在苦抱现前啊 我知道你很痛苦 我们也不愿意你苦恼 不愿意你堕落 但是我们没力量 西方 去世十万亿国土 有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誓愿不可思议 能救度一切众生 你也是阿弥陀佛 连绵对象 临到了完全归头 这个心里面 就得到安慰了 所以为所安慰 为所妙法 安慰最好的安慰啊 就是用妙法来安慰他 你如果世界的语言 不能安慰 我们去看病人呢 要用妙法语 要用佛法来安慰人 某某人呢 世界人说 没关系 你看了就要死了 医生就跟他讲 只有三天了 没关系 你这病啊 能好起来的 然后呢 让他心里惯爱执着 到这个时候 还不跟他讲 生死的实相 还不跟他点破 这个就是害他了 现在跟他讲 某某人呢 我们希望你啊 跟我们在一起 你的身体康健起来 但是呢 你也知道 不要说送病的人 就是健康的人呢 也寿命不过百年 人生都最后一天 这么一讲 他心里说 啊 那讲我了 那现在呢 你病这么重 看他好的希望啊 我们尽量努力 请医生帮忙 不过你做好思想准备 万一好不了呢 我们要念佛求生净土 如果念佛能早效业障 你把这个真实情况跟他讲 你不能欺骗他 某某人呢 没关系 你还可以身体很好 很健康 那么这个死人也很怪 死人如果不懂佛法啊 他希望人家骗他 他不希望人家 假人数学快死了 他他这个就是世间 讲那些没有意义的 过到耳朵 不好听的话 其实呢 是对亡人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现在呢 应该善巧安慰他 用佛法说 所以呢 为所妙法 教令念佛 什么是妙法呢 教他念佛才是妙法 现在叫他打坐 他修不了 叫他诵经 他修不了 叫他修至种种难行苦行 他修不了 那么只能教他念佛 那么这个人的根基啊 连念佛都念不了了 所以说 逼人苦逼 不恍念佛 这个人呢 被地狱种火 被四大分离死苦做逼迫 心里边的一片慌乱 善道大师在这里解释 不恍念佛呢 是说他善人安慰 教令念佛 罪人死苦来比 无有得念佛名 死苦来逼迫他 他心这个念是指心里面的念 第一个念指心念 心中呢 无有得念佛名 所以底下善知识啊 就懂了 善有告言 一看他这个情况说 哎呀 现在心里边心乱如麻 惶恐恐怖 懊悔 这个惧怕 这个种种的复杂心情 怎么能够心中意念佛名呢 善有告言呢 如若不能念比佛者 这个念还是指心中的意念 你如果啊 心中不能够意念阿弥陀佛名号 因称 因称无量寿佛 你呢 就口称无量寿佛的名号 这个就转为叫他口称了 所以善导大师解释 无量寿经的乃知识念 都说称我名号 下知识生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这里呢 善导大和尚解释说 善有知苦实念 善有知道他很苦恼 诗是识去的诗 失去了心中意念佛名的这个心力 没有这个心力 心力太弱 意念佛名 意念不了 转交口称 弥陀名号 转过来说啊 那就改为口称吧 你只要口称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非常容易 我们还在那里担心说 师父啊 我念佛心不清静啊 有妄想啊 我光是嘴巴念行不行啊 这个就是答案 这里就是答案 这个临终之人 心中无有得念佛名 善有啊 知苦实念 转交口称 弥陀佛名 嘿 这个临终之人啊 无逆罪人 这样才是他得救之法 如果现在教他心中要意念的话 他只有当下堕落 因为不遑念佛嘛 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不是以心中意念作为本愿 是以口称名号作为本愿 口称容易 简单 连这个无逆造罪临终之时 地狱重苦来逼迫的人 他也可以做得来 所以他现在就是如是至心 令神不绝 至心啊 就是真诚心 哎呀 这样就可以得救 他有得救希望了 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是靠脑子思维 因为人要快死的时候啊 你就是一个救命稻草 他也来抓 那现在他就要堕落地狱了 告诉他说呢 念佛可以往生 他就一心归头 没有第二个念头了 一心归令 叫如是至心 令神不绝 那么这样的心发表在外边呢 就是一生皆生念佛号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管他亲近不亲近 这个时候他脑子有第二念吗 师父我念佛心不亲近 能不能往生 他都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听说念佛能往生 脱口而出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心中再乱也不管他 具足十念 十念就指十身 称南无阿弥陀佛 你看一个造作忤逆重罪 因作地狱受苦无穷的人 临终遇到善之时 教他念佛心中度 无有得念佛名这么一个人 一片惶恐不遑念佛 混乱失去意念能力 这个意义就没有功能了 失去作用了 但以口称佛的名号 以下就说了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除八十亿戒生死之罪 每一念佛 每一念佛 每一念佛都剧足了 消灭生死罪 往生安乐国的功能 所以金门说的很清楚 于念念之中除灭生死之罪 不是说哪一念 十念加起来才灭生死罪 也不是十念当中的 第八年第九年 或者说第十念才灭生死罪 而是说呢 念念之中除灭八十亿戒生死中罪 所以很明显呢 每一念剧足让我们超越生死 往生极乐的功能 这个时候呢 命中了 十念念完 命中了 命中之时 命中了 怎么样状况呢 虽然在这个假的色暴之时呢 舍掉了 我们这个呢 我们这个呢 叫命中 但是呢 神识还是清楚的 所以还能看得到 还能听得到 看什么呢 见金莲花 犹如日轮 筑弃人前 他现在死掉了 我们还在旁边跟他助念了 他其实啊 现在已经看见阿弥陀佛了 或者旁边有人 还在那里 在那里为他悲叹呢 但是现在呢 他看见金色的大莲花 像一个太阳一样 金光闪闪 来到他的面前 就是佛的正觉莲花 用莲花建议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临终的时候 见佛 见到佛的光明 见到佛的莲花 那么统统往生 其实呢 这个都是一道来的 有的人是只见到佛 不见莲花 有的人见莲花 没见佛 有的人见佛 光明没见佛身 或者有人见佛 没见菩萨 其实来的时候 既有佛就有菩萨 不可能佛单来 菩萨不来 那么有佛有菩萨 一定有莲花来迎接 也一定有光明 只是我们呢 所见 各有多少 如一念起 即得往生 极乐世界 当下一念 往生到极乐国土 所以这个下品下生 也是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 救度 很急切 那么这个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下品三生 尤其是下品下生 用意何在呢 这是一个比较 说明法 比较什么呢 比较平时 显示出 念佛法门的殊胜 和尊贵 比较显示出 阿弥陀佛本院 才是救度一切 善恶凡夫的根本法门 比如说 这部观经 讲了十三定观 那么十三定观的人 刚才的下品三生的人 能教他们修持吗 能不能教他 你修日想观 水想观 地想观 根本不可能了 那么十三定观 救不了他 他的罪业太深重了 他的时间呢 太短促了 那如果教他 修行大乘佛法 他能修得来吗 修不来 教过一次 说十二不经典 灭除千截罪 然而仍然在生死轮回当中 教他修小乘佛法 也修不来 所以大乘佛法 也不能救他了 小乘佛法 也不能救他了 那么即使是让他 修世间的善法 效养父母啊 他也没时间 效养父母了 杀父杀母 这个逆人 父母都给他杀掉了 怎么效养父母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切善法 都不能救他了 这样一个集中的恶人呢 只有念佛一法 才可以得救 所以啊 就像病重的人 你病越重 当你的病治好呢 显示这个药 才是最上妙药 那么通过这样的根基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下裂 造罪越来越重 而显示呢 所给的法门 是越来越殊胜 越来越高妙 所以啊 你念阿玛阿弥陀佛 是定善十三观 和散善三副九品的结论 以这个念佛法门呢 作为释迦牟尼佛 这样方便引导 才在这个地方啊 把它拖出来 这是呢 讲下品三生里边 讲念佛的含义 同时呢 大家不要注意误解 这里啊 有几个比较 一个叫做呢 举恶设善 就举这个造恶的众生呢 来释受呢 行善的众生 他造这么重罪 都可以往生 他造十恶罪 念佛也能往生 我呢 只造七恶 还差三恶 我还可以补上几恶 你这个就误解了 所以有意志们 那么你没有造作十恶之前 也是不希望你造的 那么你没有造作五恶 也是不希望你造的 那已经造了 没办法 那么按照佛的这个 第十八言来讲啊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围除武力诽谤证法 只是拿武力办法来抑制 那么可见得 在佛看来 我们都是整天造十恶罪的人 因为如果拿十恶罪来抑制的话 我们没有抑制对象 大家天天天天在造十恶罪 所以才不讲围除十恶 只是拿这两种罪过里边 最重的武力和办法 还不至于武力 还不至于办法就行了 所以这个叫举恶设善 那么既然如此呢 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本分 应当行善念佛 有一善 虽然我是恶人 我是恶性 我有贪诚之性 那么能行一点善 就行一点善 那么听说武力办法 念佛也能往生 大家回去要不要孝顺父母 哎呀 杀父 杀母 念佛也能往生呢 你要注意邪见 我告诉你啊 这堕落地狱 直接堕落下去 不是说佛没讲好 法师没解释清楚 听说杀父 杀母这样的罪人 他没有机会改过 临终回心 念佛 你现在听到这个话 你不是回心 你反而注意邪见 去杀父 杀母 那只堕地狱 他呢 是临终回心 没有办法 已经杀父杀母了 我回心念佛 如果他还有父母 他决定不会再杀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听说这样的罪业呢 应当谨慎 应当呢 寻持善法 来求往生 恶人上得往生 何况行善 弥陀心中 更加欢喜喜悦 这是一点 举恶设善 第二呢 举少设多 这叫临终之人呢 他没有第二念 没有第十一念 只念一身佛 失身佛 那么念一身佛 失身佛都往生了 何况一辟子念念念佛的人 就更能往生 对不对 对大家不要错误理解说 哎呀 只有临死念一句才管用 我念这么多不管用 那个是错误理解的 临终一念都能往生 何况平时念念 所以这个叫做呢 举少设多 也叫做举临终呢 设平身 临终之人念佛 尚且往生 何况平时念佛之人呢 更能往生 我们心中就喜悦 这个怎么讲呢 一打比喻 说过的 就像我们坐火车赶点 十点钟火车出发 九点五十九分 五十九秒上去了 也可以到达目的地 但是总不如 总不如提前十分钟 坐在车上稳当 对不对 那么临终之人 到临死了 啊 那妈妈 阿弥陀佛最后一班车 带住了 上车了 带着行李 皮鞋掉了一只 到铁路上了 也不管 只好上了 车了 干好 哎呀 他临终了 开动了 也往生西方 那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死 我们提前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我们老早的坐在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子名号的车上 练着佛 喝着阿弥陀佛 给我们的饮料 阿弥陀佛这个饮料好啊 观世音菩萨 大师的菩萨 做服务员 来给你递个热毛巾 擦擦汗 再看看窗外的风景 这样的 等着往生多好呢 蒙受十方诸佛的护念 这个多好呢 结果有人坐在车上啊 坐了一半 他停一架说啊 光坐车 不能到达目的地 你要会呢 看这个火车试课表 才能到 他想我也不识字啊 他就下了车啊 去买试课表 然后呢 坐在旁边呢 请人家教 从长春到北京 这个是长 这个是春 慢慢长慢慢弄 结果火车开走了 他倒霉不倒霉 这个就没有智慧了 我们有的人怎么讲呢 他听说啊 念佛往生 一开始听这样讲 好啊 我专门念佛 那妈阿弥陀 那妈阿弥陀 念到一半呢 又听说呢 不会送这部经 不能往生 然后呢 他就下来了 请人家 你叫我学这个学那个 把念佛忘记了 把这个专修念佛法门 丢在旁边 结果无常突然来临 火车突然开动 麻烦了 他就不能往生了 这个呢 大家要警惕 但那一方面呢 也说明他缺乏基础的训练 他为什么念佛不能专修呢 教理不明白 所以能够专修念佛不容易啊 要么就是你有大善根 我管你怎么讲 你让我下去买十个表 我是不干的 我知道坐在火车上就可以了 所以你怎么喊 我不下去 他有善根 就我老太婆 我不懂很多书生法门 你叫我学那个 我也学不来 我就念佛 不动摇 这种人有大善根了 第二种人呢 他有智慧 你讲这些 我都看过了 我都明了了 你讲了我懂 所以呢 他不被摇 不被动摇 不受迷惑 那这样呢 他也稳定 这个是从理上 我们信仰念佛法门呢 有两种根基 一个呢 从理上而入 一个呢 是从这个 这个信仰的立场而入 从这个理上来入的人呢 就是说 我通过教理啊 来看 了解英国报应了 知道大乘佛法了 知道求生净土了 啊 这个我都看明白了 理上啊 看得明明白白 哎呀 挺得舒服 放下来了 我来念佛 这个时候不受动摇 也很好 了不起 但是这种人呢 比较那个老太婆啊 还差一截 那个老太婆 根本不用等这么多 你告诉我 我就直实在心 从信仰的角度来切入 更加是上根 因为为什么 我们懂得这么多道理 到最后还是懂得一个道理 哦 原来是专修念佛 他不用看这么多书都懂了 不超过我们吗 是这个道理 当然人的根基 各个不一样 你学他 能学得来就好 他那个根基啊 也不是学来的 像我讲的那个 刚才上午讲的 呃 浙江余瑶 那个老太婆 他也不是字 大概不是学来的 那我们自己呢 呃 如果是有些人呢 理路不明白 往往就会摇摆 所以上到大家讲啊 不要被别解 别行 意学意见的人动摇 那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本门的规矩 懂得这门的教理 和其他门的关系 怎么解释 所以我们这连续多天的讲解 也是让我们大家呢 从教理方面 所谓的呃 理民信深 道理明白了 你信仰就深入了 这个是一般的根基 像那种听到之后 什么不用看 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 那个人呢 一千个里面 找不到一两个的 真的大根基啊 所以这个叫做呃 举少设多啊 举临中的设平生 同时呢 也对我们另外一个启发 举出这个心中散乱 再散乱再散乱 没有比他更散乱的 因为他现在啊 地狱的重苦来逼迫他 所以经中说 他心中啊 无由得念佛名 但以口称名号得往生 那么这是显示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功能 不嫁我们人为造作 不是靠我们心里边 这样想那样想啊 就能更往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啊 抛弃掉 舍掉我们这个心 完全归头于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我们念佛就专门念佛 佛才是真心 佛是我们的真心 佛性 我们的本体觉悟 我们现在所忆念的这个心 清静啊 不静啊 万念啊 没有万念啊 善啊 恶啊 这个都是假的 是个虚假的东西 你要想他 就被他骗 所以你看这个下平下身的人 他心中无由得念佛名 但以口称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极力世界 这个多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明号 他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 本身就具足这样的功能 你愿往生 管你精静不清静 管你意念不意念 管你心里边怎么想 你只要会口称愿生净土 自然往生西方极力世界 这个叫自然 明号自然运作 所以在无量书经里边讲呢 自然之所谦 往生安乐国 所以我们讲啊 舍 舍什么呢 就舍这个心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 不要呢 抓住他不放 哎呀 你看我心里念佛 念得挺伐喜的 挺高兴的 第二念佛应该能往生 被他骗住了 第二念佛呢 是加了成色彩 以为说我念佛 念得很伐喜 念得心里面比较清静 比较安 感到呢 比较清静了 认为第二能往生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呢 就认为不能往生 这个就错了 这个就是说呢 在这句名号 好像这一块黄金 上面呢 用红漆涂了一下 哎呀 这么红 这么好看 哎呀 这个黄金才值钱 另外一个黄金呢 用黑漆涂了一下 哎呀 这个黑乎乎的 不值钱 把它丢掉了 可惜不可惜 可惜不可惜 所以啊 不是在看黄金面上的那个颜色 是他本体 这句六字名号呢 就是黄金 那么你念的比较发喜了 就好像上面涂了一层红漆 你念的黑乎乎的 好像上面涂了一层黑漆 不管红漆还是黑漆 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功德都是一样的 统统往生极了世界 所以反而上人呢 也有弟子啊 问他 问他 他说 呃 呃 呃 念佛哈 心里边散乱 呃 师父上人你呢 是 善之实 啊 智慧第一 你念佛啊 心清净 你功德大 能往生 我啊 罪业深重 我妄想纷飞很多 我念佛啊 这个功德小 没有功德罪过重 可能不能往生 反而上人讲 非也 不是这样 你我念佛 同德往生 打一个比喻给他听 他比如说一块黄金 这块黄金呢 用绫罗绸弹把它包起来 它也是一块黄金 用这个老太太的裹脚布 把它包起来 它也是一块黄金 虽然这 他的包装的布不一样 啊 绫罗绸弹和这个 呃 国脚布呢 虽然说有相受之别 啊 有个相华 有个呢 臭绘 但是呢 黄金是不变的 对不对 他你我呢 虽然心不一样 或许稍有差别 我近一点 你误会一点 但是我们所念的六字名号是一样的 六字名号就是黄金 你这个心再清净 不过是一个绸弹布 再不清净 也不过是一个 这个国脚布 往生的时候 绸弹布也丢掉 国脚布也丢掉 是靠六字名号的功德 去往生 所以我们这样啊 不论心静不静 你只管念佛 都是黄金功德 都决定往生 大家不要变念佛 变苦恼说 南妈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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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南妈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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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然后说 我念了一天的佛 这么的妄想 可能我这个念的佛 没有功德 一具功德都不少 不过多了不少国脚布 就是了 但那个没关系啊 等我们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那个用不着的 统统丢到地上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不执着他 现在他就不能够对我们怎么样 昨天的国脚布 今天还能拿得来吗 除非你自己拿来 昨天晚上 昨天白天 哎呀 那个人对我这么眼神 那是你自己把昨天国脚布 拿来擦擦自己 那你的问题 你不拿来 他过去了 过去心不可得 所以你自己拿来 所以这个虚妄 这一切啊 都是虚妄法 无常生灭 只有这句 南妈阿弥陀佛 是常住不灭 你就念这个 南妈阿弥陀佛就好了 是仰靠这句名号 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你看这个 观金下品下僧 如是罪业 这样的心不尽 他可以真正称得上是 有口无心的 但是有口就有心 他什么心呢 如是至心 他真的愿往生 口称名号就能往生 我们在座每一位 也是真的愿往生 口称名号 也照样往生 据说念头静不静 那个是个人根气不一样 有的人根气呢 比较散乱 他怎么样啊 就很难安定 有的人根气啊 比较这个清静 比较禅定 那么他事意呢 比较静定一些 这个根气各有不等 所以佛讲这部观金啊 就说一切众生呢 根性不疼 有定和散 那么定基的人呢 他念佛就比较容易啊 静定的 那散心的人呢 他就容易呢 思想啊 想得多 这个是根气不一样 所以英光大师啊 他也在文操里边讲 说有的人呢 念佛呢 怕自己不能往生 他这个心呢 很下裂 卑劣 那你呢 为什么说不能往生 找了很多理由 罪过重呢 心不清净呢 念佛少了 时间短了 英光大师就讲 罪业虽重 不知无力办法 超过他了 对不对 念佛虽少 早过一生失生 超过他了 心虽混乱 不知呢 灵中苦鼻 也超过他了 你再怎样的慌乱 比那个要死的 造无力重罪的人 那都不知道 清净多少倍了 他都要向你磕头 哎 老菩萨 你告诉我 怎么清净心啊 他都要向你请教了 那我都骗乱了 其实呢 是通过这一个 最 没有办法 没有力量 处理生死的人 他只是念一身佛 实身佛 往生净土 来显示 万机不漏 这个下品 下身的人呢 是说呢 念了实身佛 但并不是说 一定要念满实身 才往生 因为经文里边说呢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劫 生死之罪 每一念每一念 都圆满除灭 他的生死之罪 是要说明这个道理 才说实念 所以善大和尚就解释 这个 观金下品呢 实声称名 即有呢 实愿实行具足 每一愿 每一声称名呢 就具足了愿和行 那么即是归命 阿弥陀佛即是其行 以思义故 必得往生 就是来源于这个 观金下下品 好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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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adequ 那么ilat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